很多人都有問我 他們在導出影片之後 發現畫質變得不清晰了 其實很大程度是因為 你在導出之前沒有設置好 今天這期影片 我就以Premiere Pro這款剪輯軟體作為例子 去告訴你應該做什麼樣的設置 去導出最佳影片的畫質 hello大家好 歡迎華為朋友我是 Grayson 有想到可以支持頻道 在網上打好機跟品牌 歡迎對我頻道選取免費的 記得把我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進度不接收到最新影片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 也會找到很多金牌熊工具 在進行影片導出之前 如果你要保證影片畫面的清晰 你需要首先檢查兩個方面 首先第一點就是你拍攝的素材 你在影片裡面說實用的素材 他們的畫質是否都達到了1080p像素以上 這是現在觀看影片最低的畫質標準 其實現在大部分影片都達到了4K畫質 如果你拍攝出來的素材 它的畫質是480p 那你就不要想著你導出來的畫面 會是1080p 4K像素了 因為這根本不可能達到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你所使用的素材 所拍攝的素材 至少要達到1080p像素以上 第二個就是序列設置 現在我就打開了PrimiPro 我選了文件 選新鍵 然後找了序列 這裡我們找了設置 這裡我們需要做所有設置 例如說這個時機也就是幀率 幀率會控制你影片的流暢度 不會影響到你畫面的清晰度 一般我就選擇29.97p 或者是25p 大家可以根據這個情況進行選擇 然後就是幀大小 如果你是傳統的YouTube影片 我們需要把水平變成1920p 垂直是1080p 這就是16p 9的償還比 如果你是製作YouTube Shirts 或其他的短視頻 你就需要倒過來 就是1080x1920p 9p 16的償還比 像素長環比為方形像素 顯示格式是29.97fps 然後工作色區間是Rack 709 其他這些採樣率 還有顯示格式都保持不變 如果你想保存這個設置 你可以選擇這個保存預設 這裡輸入名稱就可以了 像我們需要導出這部影片 選了文件 選擇導出 選了媒體 這裡可以首先改你的文件名 然後你保存的位置 然後這裡是預設 這裡我們選擇這個預設 配備最高的比特率值 然後格式是H.164 然後把這個視頻選擇讓鏡打開 剪輯更多 這個基本的設置我們保持不變 然後這裡我們需要勾選 使用最高渲染質量 這裡使用的性能是硬件加速 然後這裡有比特率的設置 我們選擇BBR一次 這裡我們要設定一下 目標的比特率 目標比特率越大 你的文件就越大 同樣的 你的影片就越清晰 這裡我建議大家 把目標比特率給成10 這樣既能夠保證 影片的畫質清晰 也不會導致影片的文件變得非常大 然後音頻或其他設置 都不消除修改 你就可以導出了 如果想保存這個導出預設 你可以選擇這個三個點標誌 這裡會有保存預設 你下一次就可以直接使用 待在使用這個設置之後 你可以導出非常高畫質的影片 如果你有人想了解的Premium Pro教程 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 另外這裡有Premium Pro系列教程 可以讓你快速學會Premium Pro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一個讚 如果了解更多關於影片簡直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要共同互動 可以關注IG 這裡下描述 也能夠找到很多 建議大家使用工具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